等一下 你不會很害怕 我還好 我昨天問我說 看到他趕快跟他溝通 不能可以幫你 搞不好大家可以達成什麼協議 不然你那麼辛苦 趕快溝通一下 好不容易看得到耶 揪一下 看有沒有可以協調一下 你找夢是不是 搞不好我也可以幫到你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這麼怕嗎 這個又要說到很久以前 我以前的想法是這樣子 就是看到就算了 沒什麼事 很久以前 還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還關我的家庭 我那一陣子很貝 什麼叫很貝 什麼都不順 然後 如果有地方不乾淨 而且我朋友是看得到的 我就會不舒服 我們家以前是住那種透天的 然後 全部人在看電視 吃宵夜 大家想去關一下鐵 那是很貝 好然後關鐵門 可能就是那個椅子 我幫他們在那邊 我在這邊關鐵門 我就好站起來 走走走 我要關鐵門的時候 我問你要關鐵門 你要看哪裡 好啊 沒有啦 你一定往上先看吧 鐵門要拉啊 喔 你會踢嗎 嘿嘿嘿 你要這樣子勾 早期的那種 對對對 我就這樣子 我一抬頭 咻個東西過去 白色的 然後 應該是我咬 然後 我嚇 啪一聲 真的是啪一聲 我叫很大聲 然後我們家人都嚇到 因為其實很近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但是沒有任何東西 就是啪一聲 我連躲 我真的嚇到 嚇你了 我跟你講 你看有沒有其他地址 可是我是摔倒 我是摔倒在地上的 衝刺 然後那一次我還印象中是 我摔倒的時候 因為我嚇到了嘛 然後我媽他們就覺得 就是怎樣你 但是你看喔 碰那一聲 怎麼會是我嚇到 沒有人聽到 只有我聽到 很多東西 所以 我後來 他們問問你幹嘛 我傻眼耶 我後來真的傻眼 我說 剛剛是很大聲啊 你神經病喔 我那時候 因為還小 我就有點留意 所以我真的沒開玩笑 剛剛真的好像看到東西 不不不不不 不要亂講 好 後來 我跟你講 更顯的是 因為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時候我媽帶我去 找認識的 其實我們爸很不信 可是 我媽也沒有特別信 就問人嘛 最後去問一個賽者 那是算 雞同吧 妳是 妳是 最近怎麼樣 他問我啦 我說怎麼了 我想說我沒跟你講怎樣 你怎麼會問我怎麼樣 你旁邊第三個咧 今天是第三場預賽 11月10號禮拜天 倒數了 差點趕不去 剩可能兩分鐘